现在我给大家做一道非常简单的家常小菜 用的原料是石令的芥菜头 也叫疙瘩头 还有白萝卜 芥菜头要去皮 白萝卜要去皮 去完皮以后要在凉水里头浸泡 使这个芥菜头能够有水润的感觉 那么芥菜头和白萝卜的比例 是三分之二的芥菜头 三分之一的白萝卜就可以 做法很简单 用擦板来擦 尽量地不要切 尤其在家庭里面制作 切得不均匀 反而影响它的口感 那么用擦板擦它比较均匀 好 现在开始擦萝卜 白萝卜 如果用青萝卜也很好看 都可以的 好 现在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500克用80克白醋 用手来捏搓 记住不加盐和任何的调味品 就是白醋 这个季节正好吃这个菜的时候 初冬人们容易感冒 鼻子容易堵住 吃一口这个我马上就通气了 好 用手抓搓多长时间呢 出了水了 并且你闻了以后呢 就用那种刺鼻的那种戒拉 我现在就有了 那就可以 要放在密封罐里边 好 现在呢 我就把它装到罐里边 这点汤水啊 不要扔掉 把它倒进去 好 装好了 白白的正好是一罐 记住一定要密封好一天的时间 吃多少乘多少 不吃的再把它密封起来 做好了以后 能保存个三至四天 没有问题 好 这个辣菜丝已经憋了24小时了 它另一个名字也叫憋辣菜 闻一下 嗯 煎辣味 吃鼻子 取出来 这些呢 加一点白糖 分之一勺盐 然后把它轻轻地拌匀就可以 不放盐和糖也可以 也是味道很美 然后呢 最后淋上香油 淋上香油以后呢 就不用再拌了 吃的时候 用筷子夹着稍微地调一下就可以 好 今天有口福了 尝尝师傅做的爹拉泰斯 爷儿兰好菜 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 争彩 炒生熟 大家都吃过吗 这可是一道下饭菜 流行了几十年 做法呢 还简单 它现在呢 先把辅料的尖椒呢 切成滚刀块 胡萝卜呢 切成菱形片 猪的铜脊肉 给它切成柳叶片 熟五花肉 顶刀切成片 这道菜顾名思义 就是用生的原料 和熟的原料 共同来炒 我们这道菜 用的是熟的五花肉 和瘦的猪肉 那么也叫炒肥瘦 咱们起锅烧热 放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 放入肉片 先煸炒 肉片变色 咱们放入姜片 蒜片 放入五花肉片 炒生熟呢 在这个烹制的过程当中呢 全程大火来炒 咱们锅边呢 烹入料酒 来去腥 三分之一勺的生抽 三分之一勺的生抽 炒入锅中 炒出它的齿香味 肉片呢 上色均匀之后 咱们把辅料 放入锅中 其实这道菜呢 很适合在家庭里头 来操作 平时或者年节 每家每户 可能都有一些 生的原料 和熟的原料 那么搭配起来 再加上一点蔬菜 来炒制 确实也别有风味的 辅料呢 炒蔫之后 咱们开始调味 再来放入少许的盐 少许的糖提鲜 咱们再加入点老抽 调色 炒这道菜呢 锅气很重要 翻炒均匀呢 调料全部融化 咱们开始出锅装盘 爷儿兰好菜 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 争彩